大家好,我是第六組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大災難禮物 我們的組員有王岩佑、黃映璇、青年 首先,我們先來開個狀況 就我們觀察大同胞中女球隊的選手 在你先時就會越來越很保守 不管進攻 讓對手後來的軍上一定是主要的比賽 那雖然這只是個比喻 但我相信在各位那邊都會有種經驗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呢?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 什麼是大災難禮物? 就是教育及身體覺醒程度的關係模式下 首先提出來的一個理論 就是當你在比賽時 教育高且身體覺醒程度低的話 那麼你的表現就無法達到運行水準 相反的,如果你的教育低且身體覺醒程度高的話 那麼你的表現就會正常發揮 以上是大災難禮物的理論 大災難禮物會帶給我們什麼的影響呢? 像是在場上的時候 手忙腳亂或者是思緒不清楚 而心理層面上呢 可能會對自己沒有自信心 過度懷疑自己造成過度的失誤 或者是過度依賴的隊友還有教練 比賽 比賽 當運動員即將面臨重要的比賽要到來時 可能會因為高認知焦慮而使他的表現有正面的影響 例如說 因為自己能力的不足 由認知而去進行不詳 但當比賽進行當時 高認知焦慮而會對他的表現有負面的影響 從原來該有的水平 戲劇性的跌落至沒辦法回復的地步 這樣就進入了大災難理論的情況中 相信我們常常會遇到這種狀況 那我們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我們該如何解決呢? 第一個 無確定性的減少 無確定性的減少 都是包含自己的特長 比如說 如果我們先常好 那我們就是應該多做一些長往 去做一些得分的動作 然後 去減少這些不安的情勢 第二個 身體的懷疑 身體的懷疑可能像說 當我們結束一顆球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些 換換球 或是喝喝水啊等等的時間動作 來去調整場中 比賽的節奏 去減少一些不安的情緒 第三個呢 認知處理方式 認知處理方式 或者是 就像是心理層面上的一個技巧 可能像做場中的自我對話 有時候 最後一刻的時候 我們會自己跟自己講說 最後一刻 我一個 或是搭大旅 那些一些 擊掌啊 或是打聲 然後問水這些等等的動作 其實都可以減少這些 不安交易的問題 而其實 我覺得減少這些交易的問題 主要是要先提升自己的自信心 而我們要如何提升這些自信心呢 第一個 成就性的經驗 成就經驗呢 我們可以透過賽後 可能會有些賽後檢討 你就會知道說 你會去看一看 你自己贏戰啊 或者是輸戰啊 去做這些 在先的學習經驗 可以實力在下一次比賽之後 當你面對同樣的問題 你可以更有效的去面對或是檢選 第二個呢 替代性的經驗 替代性應該我們可以好幾週 像是偶像的重敗 而偶像往往都會有許多成功的例子 我們可以經過一些武法啊 或是 或是一些綁效 這些可能 我們可以去經過他們的 都有經驗 可以透過這些經驗 來去做一個模拟 去解決問題 第三個呢 炎日德說服 炎日德說服 我們可以同場 隊友 如果有這些 可能會做一些 鼓勵 互相加油 打氣 其實這些東西 我們平常都有在做 只是 你不知道說這些東西 可能它的影響 你覺得說它影響不到 其實這些在心理層面上 都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第四個呢 身體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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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算是身體上的 比如說 我們平常練習的時候 都會做一些 床部的修練 你在做一顆小床的時候 會一直做 你會知道從比賽 用多少的力氣 多少的角度 而去考試這顆床 所以當你在比賽的時候 你就會對這一顆小床 特別的熟悉 而特別的有自信 以上就是我們這邊 如何改善大災難理論的問題 而其實因為我們這些經驗的對談 其實我認為 設定目標才是一個重要的環節 而如果你對上述有所了解的話 那相信你 就離目標不遠了 以上為我們第六組的報告 謝謝大家